好 那刚才呢 咱们带着大家去说明的就是关于这样一个消息的这样的东西了 那这个消息当中呢 紧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去指明的就是文本消息 那除了这文本消息之外 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 他往我们这里面进行推送的时候呢 他往我们这里面进行推送的时候呢 还能够提出到其他的消息 比如说微信用户向我们的公众号发了一个图片消息的时候呢 那微信也会把这个图片消息往过穿 那你现在看一下其他类型的消息是不是也是类似的呀 对吧 也是这样的XML格式的 当中只不过是message type不太一样 message type如果是图片的话 指明就是图片 然后呢 这里面如果是其他类型的话就没有content的那个字段了 而是说有一个media id 意思就是说微信会把收到用户的这个图片呢 给他存到微信的服务器 他并不会直接把图片发送给我们 而是给了我们一个media id 有这样的编号 如果我们想要去用的话 得通过这media id 然后呢 去找微信 去要这张图片 其实关于这样一点 那还有相对应的其他的 比如说视频消息也是这种合适 再有我们大家看小视频 然后呢 语音 然后呢 这些通通的都是相同的类型的格式数据了 所以呢 这时候呢 我们就这些其他类型数据我们就不再跟大家去说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 那如果要进行回复的时候 回复其他类型的话也是类似的 也是这样的XML类型 只不过是说你到时候回复的时候呢 把这个message type来改一下 然后呢 对应的media id也稍微调整一下 你到底回复的是哪个对应的文件资源 或者说是图片资源 通过这样方式往回版 所以呢 这一点我们就不再跟大家说了 这些呢 通通都是它所列出来的格式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去看一眼 什么样东西呢 咱们再来看的就是说 实际上微信除了能够去 把对应的用户的发送的内容 传送过来之后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事件的行为 意思就是说 如果用户在微信公众号当中 去操作了某些事件的话 同样会给我们转发过来 你比如说有哪些事件呢 咱们来看一眼 这个公众的号的这个文档当中 这个消息管理这里面 有一个接收事件推送消息 看一下都有哪些消息 是会被转发到 这个微信转发到咱们服务器里面呢 用户如果关注你的公众号 或者取消关注 那这个时候呢 微信会通知你 然后呢 如果用户去扫描了一个二维码 是属于你公众号里面的二维码的话 他也会通知你 然后呢 如果用户上传了他的地理位置的话 还会告诉你 用户去点击领菜单的话 那他也会告知你 还有相对应的跳转链接呀 或者拉取消息的时候呢 只要用户去做了这些行为 微信都会把这些行为呢 发送给我们 通知我们 我们可以对这样的行为呢 进行记录 或者说进行相对的处理操作了 那他发送这些事件行为的时候呢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 他仍然也是以这个XML的方式 来进行发送的 在这里面呢 来去描述 只不过说Message Type会变了一下 Message Type呢 代表的是事件类型 代表是用户执行了某些行为 然后呢 在具体的Message Type这个Event Message Type这个事件底下 还有一个字段叫做Event 这个Event当中就包含了 到底用户执行的是哪种行为 是关注了你的公众号 还是取消了公众号 还是说去扫描了某些东西 还是去点击了某些行为 都是在这个Event当中进行操作的 所以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 对于这个事件呢 也不再给大家自己去演示了 那你就完全可以通过判断一下 如果Message Type是事件类型的话 然后呢 去获取一下对应的Event 如果这Event呢 又是 比如说就是关注 那好了 那关注的话 对应的就是Event里面的值呢 就是Subscribe 所以呢 可以通过这样方式 你比如说给他返回一个消息 比如说就是返回一个文本消息 内容是感谢关注啊 或者其他东西 可以按照这样方式来进行操作 这是我们所说的 进行消息会话的时候的一种机制 比如说从前到后 微信都是拿XML方式 把消息内容 或者把事件行为通知给我们 我们在进行回复的时候呢 也可以按照XML方式往回反 好 这次关于这样点 就是一个战贯的Get